说新鲜事拉时代里 欢迎收看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拉里 我是老季 刚才说话这个女人名叫赵挂强 这名字听起来挺奇怪的 像个男人的名字 其实他身上奇怪的那不只是名字 还有他和两个男人其他的关系 赵挂强今年34岁 是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农民 他刚才话里提到一个男人 说这个男人要杀人 那杀谁呢 杀的就是赵挂强全家 那这个男人和赵挂强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其实没有 这个男人不仅没仇 而且很喜欢他 对他的感情 那要比刚谈恋爱的年轻人还要热 那既然如此 这男人为什么要杀他全家呢 今年5月11号晚上 山西省晋水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暴力电话 电话是一个名叫赵中胜的人打来的 赵中胜说他在自己家里被人打伤了 伤势严重 已经被村民送到了医院 接到电话之后 民警立即赶到了赵中胜所做的那家医院 我们去到医院之后 当时赵中胜心情比较恍复 受伤也比较严重 一直说自己身体上腰腹不疼 当民警向赵中胜询问受伤的详细经过时 他却很不配合 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当时我们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要对我们直直言言的不愿意说实话 反正有语气就是说 我只要伤之好就行 不需要我们公安机关插手 民警感到很疑惑 既然不需要公安机关插手 可为什么又打电话报案呢 民警既然来了又不说实情 而且还不让民警管 随后民警又去询问 在赵中胜病床前守候的弟子赵挂强 可赵挂强也同样是吞吞吐吐 什么都不愿说 这两口子也是太反常了 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问题 是打人凶手势力太大惹不起 两口子怕日后遭到报复 所以报了警又后悔了 还是说本身就是家庭纠纷造成的 民警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这时候赵挂强开始一个劲的劝民警回去 说这儿没什么事 他越是这样 这民警越觉得这里边有问题 于是他就把赵挂强叫出来进行单独的询问 赵挂强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说了一句话 民警听了吓了一跳 是我对不起这个家 是我和别人把我丈夫打伤了 一个女人伙同另外一个男人把自己的丈夫打伤了 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们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打自己的丈夫 就说他和他这个情妇 叫个农姓君 就想密谋杀害这个他丈夫 赵中胜 当时就基本上有一个大智轮廓 感觉到这是一个故意杀人案 密谋杀害自己的丈夫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事情很严 警方立即把赵挂强控制起来 并费尽周折 把躲在太原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的董沁军抓了回来 后来警方一询问 俩人全交代了 董沁军的确是赵挂强的情妇 两个人的确是要谋害赵挂强的丈夫 只是没成功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据赵挂强交代 从2007年开始 这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和这个情妇董沁军最少谋害了丈夫六七次 但每次都没成功 那赵挂强为什么会出轨 为什么要和情妇谋害自己的丈夫 赵挂强说 因为他的婚姻并不幸福 而且还是难以想象的不幸福 十几年来 他对自己的婚姻早已厌倦了 厌倦到了极点 结婚十几年都没吵过一次架 那按说这夫妻俩感情很好 可赵挂强说 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的婚姻早已经名存实亡 连这个夫妻生活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结婚十多年没吵一次架呢 那是因为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 这俩人见了面 连句话都懒得说 怎么吵 那要真吵起来也倒好了 起码也算是一种沟通啊 可他们两个人连这样的交流都没有 在俩人婚后第三天 他们生了个女儿 但是这样的状况一直没改变 为了逃避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赵中盛在当第一家煤矿找了份下请的差事 能不回家就不回家 即使回到家里那也是倒头就睡 反正他每次划来的时候 他家不耍话嘛 外面不管有什么事 他划的我叫他不耍嘛 我家要杀他又出为他刀模将的时候 我又是去看他的时候 他刚才刀模将那个女的 说话的时候可以挺高兴的嘛 反正他划来到我的时候是不耍嘛 其实赵中盛啊是个性格外向的人 喜欢说说笑笑 不过那都是在外边 可一回到家里就全变了 除了麦子该收了 玉米该种了 这些不得不说的话之外 再就没废话了 要说夫妻之间你说天天这么生活 连一句废话都没有 的确挺让人憋屈的 这婚姻专家就说 正常的夫妻之间 每天说的废话 这包括什么悄悄话 开玩笑的话 甜蜜蜜的一些私房话 甚至吵架说的气话 那相当于正经化的五倍到二十倍 这些废话一点就不废 就像润滑剂一样 能让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这赵中盛和赵挂强这两口子 又把这日子过得也是忒严肃了 自打结了婚 一句玩笑话没开过 这种沉闷的生活 让赵挂强的心里很苦 可他又有苦没地方诉说 只能独自默默的承受着 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两口子这日子就像炒菜 没割盐一样 梅子没味的 赵挂强经常琢磨着一个问题 你说自个儿到底算 结了婚的还是没结婚 到底是有男人还是没男人 这个问题他想过几百上千遍 可是越想越糊涂 不过有一点他想明白了 那就是作为一个女人 他没有被男人爱过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他都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抚 这种没盐的饭菜 他不能再继续吃下去了 这在结婚后的第十二年 也就是2007年 一个口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董沁军 2007年 赵中盛和赵挂强两口子 攒了几万块钱 准备盖一处新院子 从父母家里搬出来住 这年的八月 新房子动工了 赵中盛雇来了林村的 尼瓦将董沁军 来家里修房顶 在几天的接触中 赵挂强和董沁军 彼此产生了好感 这房子盖好之后 两个人还保持着来往 后来不是做了十月份的时候 他好像 好像啥病了吗 要是要给他资料洗一杯 满天过去看看 他好像变了十几天吗 他给我洗一副 这份经常我 就是关心我 干活的时候 病了的时候 就是给我没药 经常我没有什么时候 就给我送 慢慢的董沁军和赵挂强 就发展成了情人 董沁军37岁 因为家里边穷 一直打着光棍 董沁军的出现 填补了赵挂强精神上的空虚了 也让他体验到了男欢女爱的激情 而这些都是他的丈夫赵中盛 不能给他的 就这样 两个人在一块 那是如胶似气 不过没多久 这麻烦就来了 董沁军要求赵挂强离婚 嫁给他自己 他就反应我 我这不行 我不难干 我要黑 就不说众生 我要父母 我要只能让众生走开了 我没搞多了 不难活了 直到这时候 赵挂强才意识到 自己找到董沁军 那就是在自找麻烦 虽然他对自己的婚姻不满 一直都有出轨找情人的打算 可是他并没有打算要跟丈夫离婚 他只是想跟情人保持着就这样的关系 他原以为找个结了婚的男人肯定会有麻烦 没想到找了个光棍 他麻烦更大 董沁军的多年的情感根本就无处释放 这遇到了赵挂强 那简直是爱得非常的火烈 就像木柴厂着火了一样 烧起来没完没了 而且是越烧越旺 这让赵挂强既觉得刺激又感到害怕 他就想摆脱董沁军 可是他又下不了决心 赵挂强的犹豫不决 左右摇摆 让董沁军也无法忍受了 大概是由爱生恨 他开始动不动就对赵挂强大打出手 他到我的时候其实他太心态了 但是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他得刷吗 可是我每次不关他到我的时候 我倒是给人怀疑 从来到不刷什么 也是心理不平衡 而且他在家是要是做饭要是洗衣服 刮了他怀疑脚还带着男人那么多 所以每次发着口就打着手 董沁军不仅在肉体上对赵挂强进行毒打 后来还试图从精神上控制他 他说我不难敢想着想说话 不难敢想着想说话 然后我已经满天了 在马上给吃的完了吗 人家董沁军 就是自从和董沁有个人管 就感觉他感到害怕 从精神上就控制了他 哎呀董沁军是越来越疯狂了 赵挂强这心里边是越来越害怕 他终于下决心了 要和董沁军是一刀两断 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董沁军已经走火入魔了 一天不见着赵挂强就打电话叫他去 如果不去就大呼小叫着要到他家里边去找 你说这么个闹腾法 赵挂强的丈夫赵忠胜 那肯定得知道了 哎呀可奇怪的是 知道了妻子和这个男人的事之后 哎他没有责怪赵挂强 而是找这个董沁军呢打了一架 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董沁军呢是彻底豁出去了 哎他要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 他穷穷极恶的说 他一定得娶这赵挂强 不然就把赵挂强一家三口全杀了 自个儿也不活了 这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这董沁军想想啊 没家没业光棍一条 哎也没什么牵挂 三十七了 你说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女人 他得到了这个女人 又想把她取到手里边 哎 如果取不到 那自个儿也不活了 要死还得拉个垫背的 要把这赵挂强一家三口都给杀了 嗯 当然他敢不敢这么做 哎 另说 可是赵挂强知道董沁军那绝对是能干出这种事来的 这个时候 董沁军在赵挂强的眼里 那就变成一个面目猙獰的魔鬼了 他被这魔鬼是吓破了胆 一见到他就哆嗦啊 这想到可爱的女儿又出于求生的本能 嘿 这赵挂强就稀里糊涂的答应要嫁给董沁军了 而且还答应帮着情妇一块杀死自己的丈夫 接下来董沁军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多次买了老鼠药和安眠药 交给了赵挂强 让他毒死赵忠河 赵挂强对董沁军的话那是言听戒指 董沁军每次准备好了毒药 赵挂强都很听话的把药带回家庭 可是每次要下毒的时候 他又不忍心下手 家庭的亲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战胜邪恶的思想 他们欲谋或者实施的投赌 或者是其他犯罪性完全都可以治愈的赵挂强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得手走了 这个是赵桂强心中产生的 这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您心里边也有一些疑点 你说这两口子的婚姻为什么如此反常 既然不幸福 离婚不就得了 赵挂强为什么每次在下毒的时候又都不忍心了 其实要解开这些疑点 还得从赵挂强和赵中生的身世说起 这两口子结婚不是15年了 可是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却已经有34年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就从赵挂强出生的那天开始算 原来他们现在是夫妻 而以前则是一对兄妹 兄妹怎么能够成为夫妻 哥哥为什么会娶了妹妹 究竟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拉里稍后为您解密 从小到大的兄妹怎么成了夫妻 哥哥娶了妹妹 感情生活里有什么秘密 也没有出过赵 也没有到国家 疯狂情夫变成了杀人魔鬼 又该容不合一 被杀的丈夫是哥哥 说是拉里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拉里 前面说赵挂强和赵中生是一对夫妻 可是他们婚姻很奇怪 结婚十来年连句玩笑话都没有 生活过得是毫无滋味 赵挂强对婚姻厌倦到了极点 就找了个情人 一个叫董沁军的光棍 没想到董沁军还想让赵挂强嫁给他 赵挂强不同意 姓董的扬言要杀了他全家 后来赵挂强稀里糊涂就同意嫁给他了 之后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这二位是多次预谋 要把赵挂强的丈夫给堵死了 就像潘金莲和西门庆一样 只是赵中生的命要比武大郎好点 就在每次下毒的时候 赵挂强又都不忍心了 这俩人的婚姻为什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他们不离婚 赵挂强为什么一直不忍心去害死自己的丈夫 原来他们曾经是一对兄妹 只不过现在是夫妻了 那么这兄妹怎么就能成为夫妻 这还得从俩人的身世说起 刚开始我跟我母亲说过 我以前我母亲那时候才是要算吗 她不是杀了一个女儿不在了 直接给她抱怨了一个 我也让她来以后 我母亲要杀了一个女儿 给我杀了一个姐姐 我姐姐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 不在了 原来赵挂强的父母先后生了四个孩子 最后只有赵挂强活了下来 在赵挂强的第一个姐姐腰折后 父母抱养了一个男孩 这就是赵中胜 赵中胜和赵挂强兄妹俩年龄相差八岁 这个破旧的院子 现在是他们的父母居住的地方 也是兄妹俩从小生活的家 从小到大 虽然两人并不是亲兄妹 但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和所有的亲兄妹一样的亲近 我带她看好了 她带我不错 一次休的时候 她给我买衣裳 那我才十几岁 我休了 一开始赵中胜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直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这懂点事了 才从村子里人的口中得知自己是抱养的 赵挂强也是十来岁的时候 才知道赵中胜并不是自个儿的亲哥哥 不过知道这些事之后 并没有影响着兄妹两个人的感情 他们仍像小时候一样的好 赵中胜性格开朗 能说能笑的 总是逗着这个妹妹开心 在那个破落的农家院子里 每天人们都能听到赵挂强开心的笑声 兄妹俩渐渐长大成人了 赵中胜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直到二十七岁了还打着光棍 这在当地农村已经算是少有的大龄青年 而这一年 十九岁的赵挂强有了自己的初恋 我是要在那里吗 我后天跟我船上要一个男孩 长得挺不错的 我跟他态的 我父亲不是 反正挺在吃虎的那种人吗 我父亲就想不中他吗 赵挂强的恋爱让父母意识到 这俩孩子都老大不小了 他们的婚事都该考虑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可是儿子娶谁呢 这闺女又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 这老两口都犯难了 因为这家里条件不好啊 儿子的媳妇那可不好找 这闺女生了四个孩子 就剩下这么一个 那一定不能委屈了这个呀 得给他找个好婆家 这小伙子一定得能吃苦能挣钱 而且还得脾气好 可是这样的小伙子他也不好找啊 这老两口愁的是饭都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啊 后来村里边有一位老太太想了个办法 现在想想是个馊主意啊 说呀让这兄妹两个人结为夫妻 意思说来我给中生上了头以后 我父亲 我还不干净的不是 我还脏的嘛 他意思说是中生又是 做个媳妇来 需要我父亲了 他家人和他来的了嘛 人和他不干净的 意思说来我给中生上了头 中生是黑了从小幼的来 我是姑娘了嘛 这让哥哥娶妹妹 这虽然俩人他没有血缘关系 可那毕竟是从小到大一块生活一块长起来的 和亲兄妹他没什么区别啊 现在让兄妹二人成亲 你说这简直就是胡闹 而且俩人他也没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毕竟他有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这跟那远房表哥娶表妹 青梅竹马两小无才的男女成为夫妻还不一样 和过去传统婚姻里边 俩人没见过面就结了婚 也能把日子过下去 也不一样 这一开始赵中生和赵挂强俩人是坚决反对 可是父母对老太太这个主意那是相当认可 当然了 那位老太太可能也没什么恶意 只是他太不懂感情了 你说出这样的主意 事实上就是害人 后来看到父母那么的为难 向来孝顺的兄妹两个人最终就同意了 结婚 就这样 兄妹俩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夫妻 这结婚证也没领 仪式也没办 甚至连桌酒席都没摆 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和以前没多少改变 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破旧的院子 要说有改变的那就是以前各对各的屋 而现在则睡在了同一间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 以前赵挂强称呼赵中生哥哥 现在则称呼中生 可能我下来干了啥当时过了 说到这儿刚才那些疑点就全解开了 赵挂强赵中生的婚姻为什么不幸福呢 就因为他们毕竟是兄妹 他不可能完全把对方当成自个儿老婆和丈夫 那感觉总会有些怪异和别扭的 用专家的话说 这就叫家庭角色混乱 这样的婚姻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赵挂强为什么不和赵中生离婚呢 因为赵中生既是他的丈夫又是他的哥哥 这年迈的父母还指望着他养老送终 如果和他离婚了 那不光对不起这个哥哥 也对不起自个儿的父母 至于要和董庆军合谋 毒死赵中生 赵挂强他当然是下子去手了 因为他不仅是自个儿的丈夫 那还是从小疼爱自己的哥哥 所以每次下毒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小时候哥哥对他的好了 想你这个哥哥刚刚能挣钱了就给他买的那些衣服 一想到这儿 赵挂强心里就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 于是就把毒药给扔掉了 毒死赵中生的计划一次次的失败了 董庆军是气急败坏 今年5月11号也就是案发的那天 董庆军向赵挂强下了最后通牒 三天之内还没把赵中生弄死 他就要杀他的全家 赵挂强是彻底崩溃了 这一天他做好晚饭之后 把16片安眠药放进了丈夫的碗里 晚饭后赵中生去附近的矿井上上夜班 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 半夜的时候他摇摇晃晃的回到了家里 一看丈夫回来了 赵挂强立即打电话 把董庆军叫了过来 他们两个就在赵挂强家门口 见了面 然后他们当时还商量了一下 但是没有商量具体的实施的细节 董庆军来了以后 两个人就采取什么办法了 就说先让这个董庆军 压住这个 压住这个赵中生的身体 不让赵中生反抗 然后这个赵桂强 撒发靠垫那个 捂住那个 就是赵中生的口 想把他窒息死亡 不知道道听逐说还是什么叫 说击打男人当部可以使人窒息死亡 又不想留下伤疤 所以说当时用了就是拿家里的改名杖 把他的当部 这一看董庆军拿起菜刀去砍赵中生 赵挂强急了 他立即上去制止 倒不是他不想让董庆军去砍自己的丈夫 而是不想让赵中生的身体上留下伤疤来 虽然赵挂强是极力制止董庆军 但赵中生的头上还是挨了那么好几刀 就在赵挂强和董庆军发生争执的时候 赵中生是强忍着疼痛 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从董庆军手里把那把菜刀夺过来了 紧紧的攥在手里边 这董庆军一看情况不妙 你这菜刀都被夺走了 立即吓得是逃离了现场 赵中生这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后来我就走了 然后我一月一月 因为我菜刀是客厅了 我就听到他说 我又不上菜刀又上大一角了 我就听到这个 我说你不要到我 你不要你 你到了我 你还得犯法了 我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犯了法了 因赵中生的伤势严重 赵挂强急忙找了几个村民帮忙 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而董庆军当天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了 后来跑到了太原 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 说起这起杀人未遂案件 赵中生对他的妻子 也是妹妹的赵挂强 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他认为 过错主要都在董庆军的身上 而在看守所的赵挂强 回忆起和董庆军的相识 以及两个人共同谋害赵中生的经历 仍然是惊魂未定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恶梦 董庆军和赵挂强 虽说是杀人未遂 但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未遂犯比照寄罪犯 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 但是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 相信大家伙也看明白了 其实并不是董庆军的丧心病狂 也不是赵挂强的懦弱忍让 这罪魁祸首就是那段不该有的婚姻 哥哥娶妹妹 他虽不是亲兄妹 但也是不正常 那俩人之间根本就没爱情 你说怎么一块生活过日子 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但是因为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后来其实也补罢了结婚登记手续了 婚姻就应该是合法的 既然是合法婚姻了 夫妻双方对婚姻就应该保持忠诚 赵挂强如果实在感觉不幸福 不想和丈夫过下去了 完全可以提出离婚来 并且向父母去解释清楚了 争得父母同意理解 和哥哥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也不至于这样 可赵挂强既不愿离婚而且又异乱情迷 出轨和别的男人有了婚外两性关系 这就是直接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 而恰好碰上董信君整天缠着赵挂强 赵挂强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最终就那么稀里糊涂地铸成了大错了 所以婚姻中的男女甭管是什么情况 还是要遵守伦理道德 遵守法律 这既是对对方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好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 接下来咱开始抽奖 谁将获得1000元奖金 说是哪里 稍后问您解密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哪里 下面咱开始抽出本期的幸运观众 想了解我们更多精彩节目 欢迎登陆奇路网 有事您说话 有理大家了 我是老季 感谢收看这次节目 明天的同一时间 咱接着说是哪里